发明家只因研究这项技术就被关进监狱 先在后看是好习惯 并教求生者囚图上线 根据官方的介绍 囚图卢卡原本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家 却因不明的原因被关进了监狱 甚至被爆出大火受损 从那句周遭隐隐闪现的蓝色电光 我们就可以猜测出 囚图研究的很可能就是交流电之父 特斯拉的秘密发明 无线电流传输 根据特斯拉的介绍 这项发明可以使电通过空气传递 简单的说就是让电指哪打哪 这本是一项造福世界的发明 但是因为危险性极大 还是遭到了特斯拉的封藏 而囚图却意外的获得了这项技术 然而他的一个决定却害死了数十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根据背景 叛徒杀人犯 以及那句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出 囚图在研究这项技术时 很可能明明知道这项技术非常危险 却依旧坚持让实验员进行实验 然而不出所料 实验失败 释放出的巨大电能 瞬间吞噬了整个实验室 实验员当场葬 卢卡也因为这场事故 大脑受损 锒铛入狱 而他的债务很可能 就是遇难实验员的 最后记得关注将子 后续故事将子会继续探 他的绅士背景 还有就是三世图上线之后 宝贝们纷纷吐槽 新老公整门了 那么你是更喜欢小圆脸 还是小尖脸呢 就能够记住了 好